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对所有的婚姻啊 他自己不敢敬为尘 八卦主持人 对对对 这个问题呢 经常会不时的隔个两三个月 就有一次谣言出来 不您放心 您放心 不是都说你们这个夫妻感情 琴瑟和鸣啊 非常好 但也有人老说 我们一会儿分开了 一会儿离婚了 就老了了 有人说你们离婚的 怎么这么孤陋寡闻啊 我都没听说 我听说都是说你们夫妻俩 琴瑟和鸣这块的 这个比较正确 夫妻相处之道 给我们传授两句 暂时好像要保密啊 这保什么密呢 也帮助我们一下 徐老师嘛 什么意思 徐老师比较危险 你看他说了 马来我们这样不大好报 我注意到秋雨老师 也是比较八卦的 通过马来一来就问 听说徐子东 最近在北京安了家了 是吗 我又以为你做节目 没有 我在凤凰做节目 一个月来一次 再大家讲讲课 就这样 咱们摆了月饼 马来老师 我就为什么觉得 他来过中秋节特别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看见你啊 我就想起中秋节 是不是我长得比较清和 不是 和善 跟某种传统有关系 你看他是戏曲艺术家 所以你看 好像这么一个节日啊 你想要有一个戏子 不是戏子为伴 对不起 找打 戏剧宗师为伴 那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 对对 所以一开头 马来老师给你出一个题目 就是咱们这个戏曲当中啊 一定有这个中华民族歌颂月亮 祭月传情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 比划比划 对 中秋节是一个中国人特别 就好多好多节日当中 除了春节 元宵 按下来最重要的节日 可能就是中秋节了 中秋节 所以好多那个戏曲也跟 尤其特别爱情戏 跟月亮有关的这种爱情戏比较多 我跟你们哼唱两句 哎呦 好名声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哎呀太好了 是一对男女 呃这个 这个约会完以后 男孩子送这个 这个女朋友回家 古装戏 月黑风高之夜 对对对 月明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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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他 然后两个人就 呃 一边走一边看着月亮 说我要变成银河水 千年万年 我要变成这个 这个海水 千年万年晒不该 什么之类的 就发蒙事 这样的东西 太好了 太好了 咱们中秋节有二福啊 词背不了那么全 唱两句啊 嗯 云荡风起 月正 也有唱月半远的 呃 月正远 我送几美八家还 双双来到 网月桥般 此山四里 终身传 就是两个人 去打 是说什么呢 就是送妹妹 对对对 男孩就一路约会完了 送女孩回家的路上 啊 唱的这些 那在我的家乡呢 还有一个一个风俗 嗯 跟月亮也有关 嗯 非常有意思 叫摸秋 哦摸秋 好听吧 名字 好听 呃 是当年我演的一个电视剧 是演我们前辈 一个老的艺术家 这个电视剧里 呃 展现了一个一个 过去我们家乡 那个地方 有一个到秋天 就是呃 刮过熟了 对 今年四季 这个天气最好的 这个季节 哦 那么大家青年男女 青年男女就摸 刮田 嗯 这个树下 他对球不敢 刮进去 他就摸 摸是摸 摸人是可以触摸的 摸瓜摸果 不是摸人 我都摸 我也 总是摸 摸就是好 总是摸摸就是好 哇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介绍这样一个 我们要听唱 我们要听唱 唱 唱过了 还唱那么多 哦 你解释吧 天外以为又一段呢 哎呀 真是这个一秋一老师 太有福气了 嗯 又扯到哪里去了 不是啊 余老师 不是 这个徐老师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真的发现 认识一个会唱戏的女孩子 谈古琴的女孩子 谈古争的女孩子 就是学这个民族传统艺术的呀 那真是不仅是你的福气 而且是你的朋友们的福气 好比像我们有一年过中秋节 正好那中有一位朋友 他是中国经济院的 嗯 哎呀 你想 大家摆着月饼 喝着酒 他给大家来一段白蛇传 什么的 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徐老师 你你取个 这是很很传统的 男性中心主义的 对民主的审美观 真的 原来古书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找人来 女的呢 要会跳舞 会唱歌 为什么会跳舞的人呢 他他平常走路就好看 你就一直欣赏 他美丽的身材 会唱歌的呢 他在你身边说话就好听 对你一直是一种享受 他说你活在身边 要是老是一个嘎嘎嘎的声音 你不是活了一辈子很痛苦吗 这些话其实都是从男人的角度 从他的需要来讲 虽然批判 但是我们还是继承 你说的还真对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邱宜老师 跟马兰走一块 我从背后观察过 你还看从背后观察过 他们的背影 马兰老师走路 左右脚一条线 邱宜老师走路两条线 夸夸夸 你看马兰老师 他学戏曲的 他好像那个仪态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个徐子东 你说的这个呢 我觉得你有点大人的主意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 这个角度是不对的 对 我觉得 如果比方说现代人来讲 我是做艺术的 我觉得唱也好 做各种模仿表情 这是一个快乐的生活状态 不是说要取悦谁 古代我不了解 我觉得作为现在来讲 我们从事这个职业 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日常的 就是非常自然的流露 其实现在啊 真的是堕落了 我跟你说 这个过节啊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 好比说像你马兰 其实你晚生了几百年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 要是早生个几百年 那个时候你就事逢其会了 你像那天我看 这个说中秋节 本来像宋朝的时候 那真是要歌舞的 你知道吗 他的这个习俗 源于最早就是 到了秋分时节啊 拜这个太阴之经 就是月亮了 太阴之经 那那个仪式是怎么着呢 就要歌舞 用歌舞的形式来迎接月亮 然后就宋朝的时候嘛 一到中秋节 全城所有的店铺 卖新酒 全城人都喝酒 喝多了 喝把酒喝光了之后 就开始卖十新的水果 然后呢 有钱的人到这个高楼之上 就像咱们这么聚会唱戏啊 吹声啊 吟诗 吟诗作故 对对对 马兰在这中间 再给我们演唱一下 对不对 把秋一老师就乐坏了 说不定我是诗人 对 那个时候穷人家 也到房顶上去 或者什么平台上 这么 你说现在的中秋节 那个时候宋朝的时候 中秋节是要玩到天亮的 那时候人可能心境不同 我觉得 就是中秋节 在中国的重要的传统节日当中 是个最有清凉 诗意的这样一个节日 所以我们看苏东坡的 这个写的这些词也好 什么都会觉得 嗯 来到一个旷野当中 抬头看看明月 想着哎呀千里万里之外 我的家乡的人 同样可以看到 我看到的这个月亮 所以他他心境不一样 那马兰老师我问一下 你看你跟秋一老师 都是有文化的人 你们这个文化夫妻啊 你们今年 你们中秋节 你们晚上 你们晚上要干什么呢 我们从来没有没有说特定的 要去找一个什么节日 呃 如果说今天晚上月亮很好 不小心就窗户外 抬头看到了 哎 就会招呼一声 哎 到阳台上来看一看 拉开窗帘 到门口看一下 觉得月亮挺好的 欣赏一会儿 然后该干嘛干嘛了 那你们夫妻天天都是中秋节 啊 你看 所以我就说 像秋一老师这么研究文化的 实际上他作为一个现代人 就过中秋节 也不会有一个像咱说的过去的 那么一个复杂的一些考虑和仪式 那太假了吧 哎 如果现在那样子不是太太做做了吗 哎 马来我给你看张照片 你要这做做就没见过这么做做的 你看这个 你看看这张照片 现在怎么过中秋节 航空飞机赏月 最浪漫的 专门弄架飞机 啊 去赏月 现在先玩这个 我跟你说 你有有些事现在不能想了 你像苏州 就是苏州那有个画家 他们怎么过中秋节 我看三连生活周刊讲 就现在社会还有人这么过的 你就想不到 让老百姓气死 你知道吗 他买了一个五围帆船 然后朋友 乘 这个西洋西下的时候 就从那出海 从哪里 从这个宁波那个地方 大概就到周山群岛 就那去出海了 出海了之后呢 然后开始吃饭 就大炸蟹 是吧 然后到月上中天的时候 他们拿出一个古琴 据说是从唐朝传下来的 叫什么九霄环配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听过 说是什么苏东坡 都收藏过 他们就爱整这个 然后呢 就得找女孩了 也不一定是女孩了 就弹古琴的 叮叮咚咚咚 他们玩这个 后来我一想 这玩意真是可望不可及 这年头真有有钱的 这个九霄环配的 这个琴的拥有者 是我跟余先生的 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 哦 那就是他贡献出来 对对对 他他得用几百万的高价 在民间拍卖 买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琴 声音非常棒 这多浪漫啊 如果中秋节 有三五知己 坐着船 然后月下 有人专门的去扶琴的话 喝着很好的茶 海浪比较平静 那不一定到海上啊 湖上也可以啊 你们两个小资 怎么你看我这个人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看到了这件事 背后的贫富差距 谁不想这么玩啊 对吗 我我我中秋节 比较想的多的就是 现在做黄金月饼 什么叫黄金月饼 你现在你不知道 我知道金箔 可以食用的金箔 不是食用 就是说一个月饼 是纯金打造的 看的 纯金打造的 已经出来 那不是 就是看的呗 不 值钱的 还是吞金自剑 送礼的 送礼的 秦惠吧 没错 昨天啊 文涛 我昨天从上海飞机到北京 25公里走了一个小时 嗯 我就说哎呀 怎么这么 飞机到北京 不是 我是说下了机场 到我家 25公里飞了一个小时 没有 就是出租车 就是司机啊 对 司机就跟我说 他就说 我说哎呀 怎么这么难走 他说 这个今年正好中秋节 和国庆大驾在一起 这个各地送礼的 各地关系的 还人情的 全部都到北京来了 所以交通会格外的挤 所以您说黄金月饼 我就 哎呀 你说这个 你这个细节观察的 真是特别好 我最近在北京待了半年 我渐渐发现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 对吧 当然有很多好的功能 但其中一个功能 各地来搞关系的 好家伙都是提着东西 甚至就现在 现在可能就拿着金月饼 而且就得碰见 领导的生日啊 这个节日啊 中秋啊 春节啊 我才知道 其实像明朝也是这样的 就各地的这些 这些哗哗哗就开始来 来来来北京了 台今天晚上 抬头一片明月 一头望到处黄金 对对对 你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明朝也是 好刺眼 创围平变科技 防线光 不刺眼 有效保护势力 不刺眼 更健康 健康月经专家 创围 Sky World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不必在乎目的里 在乎的 是沿途的风景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让心灵 也一去旅行 立群 日月星蛋白质 绿色食品 高蛋白 高营养 普通营养 快速均衡 日月星 营养中国人 购乡中华小姐 白球大赛 海外分赛区 精彩赛事 浪漫气氛 军逃中华美女 大马加力 释放热情活力 南半球天空下 还有曼妙丽营 美丽准备者 今天 冯黄卫视中文台 你不是说 我一直在想 这个中秋应该变成 一个法定节日 香港是个法定节日 对不对 你们刚才讲到北京这样 我突然就看到个报纸 我一个联想 他们说将来会有 北京会有个最长的节日 16天连放 哇 我还没正式公布 这是传媒报道 什么时候呢 就是奥运期间 说奥运期间 全北京 16天大家放假 我不知道到时候 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他是不是要把北京的市民 都找个理由出去玩 不是出去玩 把城市盘空了 让别人来 不是出去玩 让这些市民 都能够去看比赛 那个 所有的比赛 而且那个城市可以 交通可以不繁忙 那多好 让外国人来了以后 觉得北京 可是那你不觉得那多假吗 还有更重要的是 一百万的民工 全部要劝退 所以08年 从上半年开始 到08年奥运期间 北京不能搞建筑 没有工程 一百万民工 全部要劝离北京 为了咱们国家的面子 咱们这么重视面子 这就是杜京 你想泰国 泰国你记得吗 开一个世界大会 泰国有一片贫民窟 人家泰国人会想折 肯定是你们戏曲搞布景的 拿一块无比巨大的大布 上面画着非常美好的风景 整个那些沿街 把贫民窟折起来 他在河边 他的油水 他在河边这么爱 但是下面没遮掩 下面还看得出下面的贫民窟 这蛮好玩的 其实我现在觉得 中国人有一种面子 也得讲究讲究 要不是到中秋节这个时候 咱们过去最重视的面子 是光宗耀祖 要不然为什么骂人家 骂你祖宗呢 那么你现在说 人家你不得不承认 人家韩国 在这个民族文化保存这方面 比咱们牛 而且这中秋节 人家比咱们要重视的多 对吧 咱们知道现在 中秋节还没放假 他把端阳节都已经申请了 申报了给世界文化遗产 我跟你讲 就说这个电影 我不算专家 但是我感觉 你还比如说 人家李安的这个卧虎藏龙 里边的这个布景 包括他选择安徽的 这个乡村的这个风光 还真的是在弘扬 一些中国传统的味道 但是讲老实话 我看夜宴 包括看什么黄金奖 我觉得这个美工啊 他基本上就是驰骋幻想 我反正就好看 什么奇幻奇力 跟你组合在一起 反不到像李安的那种 他比美国的一个中国人 他弄出来老房子 老什么 还真是让你觉得有点像 那种味道 那夜宴里边的乐人歌 那考证出来是个同性恋的歌 是一个华船的男童 这是很有名中文 可他里边把它变成一个那个舞蹈啊 你看弄出来这个爱情 代替那个欧菲利亚 这个莎斯比亚那一段 这些东西 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 我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说 还度金了 您说的那个词属于 要传承 要研究 要知道那个年代 那现在你要像黎骚 你要在吟唱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刚才您问到我 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只知道我们 什么秀 对 我这样上校 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念 当然 像我们现在演古装戏 有一个套路叫大白小白 什么叫大白小白 他基本上就古装 你这不就是大白吗 一声 无厘头 就是白话讲话 道白 道白 他唱是一种 道白就是平常讲话 那比方说 哎 子东兄 你到哪里去 你得真是白 我听见我们的 啊 子东兄 你从湖出来了 我从香港来 对对对 这就是叫韵白 这大白 好像用戏曲的这种 也讲话的方式 就表示一个古代 如果用现在 子东兄 从何处来啊 我从香港刚来 比方说 这就是叫小白了 所以我们看夜 夜宴周迅说 我不喜欢吃甜食 你们还说他哑 他里面的台词就是 我不喜欢吃甜食 对不对 你看你古代的人 怎么会说 我不喜欢吃甜食 所以这种 这个倒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我可能搞艺术的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 我就很幻灭 我觉得他们突然 在一套很文雅的句子里边 加上一两句 现在台湾腔的这种对白 那就是格格腔啊 我把它称之叫格格腔 这个其实是一个艺术的手法 也是个手法 对 你像布莱西特 他就搞尖离效果 剧情当中演一个故事 突然他手一挡 哎观众 我这个要不要 把这句话再说完 这个尖离效果 所以让观众 既在戏的情节当中 同时又游离 今天晚上是一个 大家游戏的现场 他把你两个空间 给你都拿到 你的观众的眼前来看 这个是一种 马尔老师比你宽容 徐老师 我明白了 所以可有眼皇帝 就是有些自然的建立效果 种种迹象表明 徐教授近年来走向保守 但是现在要真照你这个保守派的观点来检讨 其实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应该忏悔的 你好比当年中国说五十年代初啊 拆毁这个古车城 你知道当时人们的心情还不是愤怒 而是兴奋 你看当时报纸的描述 五十年代初拆长城 说城市居民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 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的美好理想 不计报酬 加班加点 不长时间就把数千座古城墙拆掉了 你说当时的人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 加班加点 对加班加点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 故宫也可以拆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描述 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坚决打破限制和束缚 故宫要着手改建 城墙 弹墙 一律拆毁 拆掉城墙后 冰河修筑第二环路 万幸的是这个 当年没有完全实施 你说这个 这个可能 因为我曾经听邱宇讲过这样的东西 我也比较认同他这个说法 就是好像中国历史 这个人群啊 就有一种要更新换代的这样一个传统 身上的老延续 但物质上老要换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的房子建筑 我到罗马特震撼 我太喜欢罗马了 我看到那些石头造出来的那个房子 我就问 我说为什么罗马的房子 一看就是一千年前的东西 一两千年的东西 他讲 当然我们做房子的时候 就考虑他要经过千年 我也想中国能够增过百年就不得了了 这就是儿子要超过父亲 孙子要超过光耀门 中国现在造房子七十年 只要七十年就可以了 因为产权就七十年嘛 所以咱们 谁管七十一年以后的事 咱们这就是个异岁品的国度 这就是传统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是恐怖组织 还是为保护人民而战的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 拒绝为引爆战火负责 福人王风云对话 今天 凤凰卫视中央台 看起来 好自演 畅为平变科技 防线光不四眼 有效保护势力 不自演 健康月经专家 畅为 中国建设银行 建设现代生活 掌中宽带 高速上网 于速度时刻连通 世界方 咱们可以吃月饼 摆了半天了 真的就是马兰老师 很高兴 有机会 跟我们一起过冬秋 是吧 而且万幸的是 于秋 于老师还不在场 我们敢 老师说 我们都不太吃甜的 说月饼 想起来 于秋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他一家人 他是宁波人 一家人都不太吃甜的 那么有 他在文革的当中 有到农村 去维护造田 在农场 军队农场劳动 他的爸爸千辛万苦 花了很多的气力 弄了一盒月饼 就寄到了农场 他拿到月饼以后 因为是甜的嘛 他就想 我有什么办法 能到农民家里去换 换什么 换咸的 换那个芋头 就是那个小毛芋 老师吃芋头 对 就是非常夸张 就是一个月饼换一个芋头 所以五个月饼换了五个芋头 老乡高兴啊 哎呀终于有月饼可以吃了 这是成立的东西 看出书呆子来了 月饼换芋头 这什么价值 对什么价值 但农民好啊 月饼拿了换天喜丁 芋头谁给你吃 谁给你吃 我去的乡下有月饼 就买了这个月饼以后 就是不小心掉路上了嘛 一车子开过嘛 车子开过以后 那个月饼没碎 那个路下面凹进去一块 可以打人的 武器可以做 对对对 说说月饼不得用 可以做武器的 王老师我发现你们这个 真是中修团圆的 又让我对你们夫妻关系感兴趣 我感觉真是不良 不是我感觉真是禽色和鸣 你看你就不像他们夫妻俩 就是 我还康复 我发现你跟于秋余老师 也叫老师作为妻子 没有我刚说了吗 你说了 没有 你说你拿月饼的时候说 你说老师也说过 他不吃甜的 是这样的 我发现 不是不是 徐光平对鲁迅的 完全不是 你在开玩笑 不是 不是吗 不是不是我叫他的名字很多 刚才是换在一个 奥运期间 北京不能搞建筑 没有工程 你看 这蛮好玩的 这很有意思 其实我现在觉得 中国人有一种面子 也得讲究讲究 要不要到中秋节这个时候 今天 冲黄卫视中文台 你不是说 我一直在想 这个中秋应该变成一个法定节日 香港是个法定节日 对不对 你们刚才讲到北京这样 我突然就看到个报纸 我一个联想 他们说 中秋节和国庆大假在一起 我最近在北京待了半年 我渐渐发现北京是个什么地方 对吧 当然还有很多好的功能 但其中一个功能 各地来搞关系的 好家伙都是提着东西 甚至现在可能就拿着金月饼 而且就得碰见领导的生日 这个节日 中秋 在北京